Monstar Hunter World 作為 Capcom 最高銷量遊戲 截至今年6月為止已經賣出超過1300萬份 它的大型DLC Iceborne 都快要推出 今條片就和大家回顧一下 Monstar Hunter 系列出過的15款遊戲 大家有玩過當中幾隻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支持我們 第一代Monstar Hunter 就是2004年3月11日 在PS2上推出 銷量大約是315000隻 當時已經確立了Monstar Hunter 一個很核心的玩法 就是利用不同的武器去屠龍 其中的魔物黏火龍、紅火龍和麒麟 還有麽多集都有出現 武器方面當年只有7種武器 分別就是大劍、大鎚、長槍、單手劍、雙劍、輕佬和重佬 在10個月之後 2005年1月20日 就推出Monstar Hunter G 是基於初代的加強版 在這個版本開放了G級難度 任務數量多了之外 還有亞種的魔物 果師穿槍考試要達一對金銀火龍 都真的難倒不少的獵人 當年遊戲界還未流行DLC 這遊戲是獨立發售 發售平台是PS2 2009年移植到V 銷售量223,000左右 在2005年12月1日移植到PSP 名字叫做Monster Hunter Portable 尾版叫Monster Hunter Freedom 看官方資料賣了130萬份 比主機兩代的銷量更多 由那時開始Monster Hunter的月潮已經出現了 當你去到餐廳的時候 總會看到有一兩台人在玩Monster Hunter 我自己覺得主要原因就是 當年就不多這類可以面對面連線玩的遊戲 當你一群朋友坐在一起 有人貓車的時候 可以鬧一下笑一下又真的挺歡樂 一年後2006年2月16日 在PS2上就推出Monster Hunter 2 銷售量有52萬份 新增了4款武器 分別就是太刀、狩獵笛、衝槍和弓箭 除了武器之外就新增了大量的魔物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古龍種的炎王龍、炎飛龍和鋼龍 不過對於玩家來說 最印象深刻的應該就是金絲 因為村長的畢業考試是要打兩隻 接下來的Monster Hunter World Iceborne 他都會回歸 在10月的第一彈免費DLC就會看到他 一年之後2007年2月22日就移植到PS2上 銷量超過240萬份 在香港都風波一時 果師出街打機身上帶著兩塊電就基本了 如果在咖啡玩的話 甚至可以帶火牛過去問他借拖板 我只是試過在快餐店等人途中 打得下機 有人走過來問可不可以幫他過關 現在回想起那時候都很歡樂 同年7月在PC上推出Monster Hunter Frontier Online 他是一隻以收取月費營運的網路遊戲 2010年由遊戲新幹線代理出了中文版 不過可惜去到2012年9月就結束了營運 直至到2014年官方才開開一個自己直型的繁體中文伺服器 受惠於PC的機能 當時的遊戲畫質已經非常之高 我自己都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美衣的關係 所以我也有玩過 這遊戲還分別在Xbox 360、PS3、VU、PSB和PS4上推出過 遊戲內容經過幾次改版之後就改過兩次名字 分別就是Frontier 1G和Frontier 1C 而且這遊戲有相當獨特的魔物 例如激龍、武雷龍、美晶蠍這一類 又或者是超高難度的參議種 武器方面還有磁斬鎚 以及穿龍棍 是不是聽過名字都覺得帥氣呢 這些在家用機和手提機上都是看不到的 不過今年六月官方就說12月26日之後就會結束營運 不知道會不會將這些元素加入在未來的Monster Hunter 裡面 之後2008年3月27日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2G 不過這個加強版主機就沒有份了 出了在PSP上 銷售數量有380萬 除了加入G級難度之外 就將Monster Hunter 2 裡面所有的魔物都加進來 當中最有挑戰性的就是黑龍、紅黑龍和祖龍 不過記得當年祖龍是有一個不死位可以屈死 令到每個人都穿著一套祖龍裝到處走 其實這隻Monster Hunter Portable 2G 還在2014年移植在IOS上面 畫面就高清了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玩過呢 2009年8月1日Monster Hunter Try的發售平台轉為V的懷抱 銷售量超過190萬分 這遊戲原本在PS3上開發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轉為V 在銷售量方面看到它是成功的 我當年都是因為這遊戲才會買V回家 在這集中最重要就是新增了絕無謹優的水中戰鬥 我還很記得打一條海綿看 不是,水獸才對 還有那條海龍打到頭都暈 戰鬥體驗真的十分差 因為完全看不到自己打什麼 武器方面都有非常大的簡化 首先就是取消了狩獵兵 雙劍、衝槍和弓箭 老槍就改成了三個不同的部件組合 再根據重量決定它究竟是輕老還是重老 到2010年12月1日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Fruit 在PSP上推出 銷量有490萬 是繼Monster Hunter World之後第二高的作品 在2011年移植到PS3上 主要就是做了一個高清版本 和前作的Monster Hunter Tri-B 取消了海戰 不過武器方面就加入之前取消的那四款武器 製作人就說它結合了2G和3的優點 和新增了元素進去 這集最有代表性的魔物就是雷浪龍 它還會在接下來的Monster Hunter World Iceborne回歸 2011年12月第3代加強版 Monster Hunter Tri-G 竟然不在PSP上推出 發售平台去了3DS 即是不可以乘計Safe 要由頭打過 銷售數量跌到260萬 這集主要就是將Monster Hunter Portable 3 抽起的水中戰鬥放進去 以及新增G級難度的任務 之後2012年12月 高清化之後移植到VU上面 2013年9月14日 Monster Hunter 4 在3DS上推出 銷量上升到410萬 之前在Monster Hunter Tri-G 裡面的水中戰鬥又被抽起 自此之後都不再看到了 在這集中加入了空中攻擊和騎乘的系統 令到狩獵的動作有更多變化 武器方面就新增了可以空中攻擊的操蟲棍 以及可以變換劍模式、虎毛式的充能斧 連續行貓艾路都學會了新的合體技 當兩隻艾路貓組成貓式突擊隊的時候 就可以使出合體攻擊貓式火龍 而且去幫助我們狩獵 一年後2014年10月推出第四代的加強版 Monster Hunter 4G 發售平台都是3DS 銷量有420萬 主要就是新增了G級難度的任務 以及有些舊的魔物回歸 例如沙龍、盾蟹、角龍這些 再加上第四代魔物的亞種 陣容方面都頗豐富 武器就多了一些新的動作 例如可以用大鎚打飛隊友 令到他可以使出空中攻擊 2015年11月28日推出Monster Hunter Cross 發售平台就是3DS 抵返官方資料銷售量430萬 是這個系列第三高的作品 這遊戲首次加入手技系統 發動之後可以給予魔物大量傷害 增加自己的能力又或者治癒隊友 再加上四種不同的狩獵風格 14種武器配搭完不同的狩獵風格 以及手技之後就會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2017年3月18日推出Cross的強化版 Monster Hunter Double Cross 3DS上的銷量有180萬 同年8月25日推出Switch版 銷量有120萬 還記得那時候很開心 終於都有高清的魔物可以見到 這個加強版就收錄了新的地圖、據點和開放了G級任務之外 還加入了勇氣和練金兩種戰鬥風格 除此之外還首次加入防具合成 令防具可以在維持原本性能之下變更它的外形 其實就是Skin 接著就來到銷量最高的Monster Hunter World 發售平台就是PS4、Xbox One和PC 總銷量超過1300萬 這一集除了全新的地圖之外 最重要就是加入生態系統 魔物擁有獨特的雜性和屬於它們的地盤 玩家就可以利用這一點去協助狩獵魔物 還加入了特殊裝備系統 例如不同的衣裝和煙筒 玩家都利用這些特殊裝備發展出不同流派的打法 地圖上都有不少的場景陷阱 很好利用的話就可以大幅縮短狩獵的時間 在追蹤魔物方面就取消了以往的千里眼技能 現在就要撿腳印利用道蟲去追蹤 最後就來到即將推出的加強版Iceborn 是首次以DLC形式發售 不過價錢一點都不DLC,要300多元 今次更新就會加入新的雪山地圖 新增的魔物都陣容頂盛 暫時已知有15種 以及所有武器都會加入新的動作 其中最重要就是飛翔爪 令獵人可以隨時騎到魔物上 控制住他的行動 最後難度方面新增的就不是G級 而是叫做Master Rank 來到新的難度,各位又要努力打素材整身衣服 好,今條影片就到這裡 一次過和大家回顧了Monster Hunter 系列15款遊戲 喜歡的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支持一下我們 我們都會回歸獵人的行列和大家一起套弄 我們下次遊戲介紹再見,謝謝,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